加入了多少个WhatsApp群组 家长群组 很多 多到有时候有些 我都在想 这是什么群组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尽量是静音 主要答静音 静音 然后不回答 要很Urgent的我才回答 加入了多少个TVB工作群组 那不是很多 我做了一个节目 都是那个 加入了多少老公家人群组 那又没有 因为我奶奶是大家姐 所以只有大家姐群组 哇 完全承认了 她是最大了 所以只剩下一个群组 加入了多少个旧同学群组 这个是多的 因为小学 中学 和读演艺的全部都不同 所以应该是这三个最重要 当然也会衍生很多不同的东西 譬如说 无端要开派对群组 又或者现在有看病群组 因为年纪大了 看病 会有这些衍生了不同的东西 等个女儿多少岁 才给她手机用 其实刚才我刚来的时候 在车里都在谈这件事 这个绝对是一个热话 因为我女儿今年九岁了 她还没有她的手机 现在的电话都很贵一个 我很怕她落下了 又不见一个又要再买 又不见一个又要再买 这个是我最担心 因为小朋友她现在的年纪 是没有责任感的 我估计是已经过十二岁了 陈国邦有没有试过 两个男剔以毒不回 是整天都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呢 不是我老公没有交代 因为我老公就是很有交代 因为她永远开工 拍电影 她都不会回任何人的电话 她说如果她做事的时候 她就会开了一个模式 就是她永远不会回任何人的电话 她说会坏的说 就算她现在看到她老婆 已经贴了 她也要做完这个工作 她才会回到的 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我知道有很多女性或女性 會覺得為何她這樣不回覆我, 為甚麼 我是很少的, 我很少 我覺得她不回覆一定有她的理由 很開心, 突然之間 在接下來的9月4號和5號 有我的一個演唱會 其實是一個很突然的事件 例如在兩年前左右, 我們還有很多活動 我們可以出現很多不同的宴會 例如人家的婚禮 我們都還在唱歌, 對著台下的觀眾 但在兩年之內, 時間甚麼都沒有 很難得的就是, 無端端在接下來的9月 真的有一個可以現場見到觀眾的表演 是很開心的 我老公的反應 其實就算是我老公知道我有了寶寶 他的反應都是很平淡的 就是她說, 老公, 我有了 嗯? 是嗎?嗯? 所以就算我告訴她 老公, 我有一個演唱會 嗯? 是嗎?甚麼時候? 搞成怎樣? 她的反應都是很平淡的 所以她不會給我驚喜 會不會請一些現在時下的紅的朋友做嘉賓 我想我未必請得到 因為我看到他們真的很忙 忙得不得了 雖然我做過視頻 但我想我未必請得到MIRROR或ERROR 因為他們實在太厲害了 香港娛樂圈可能真的很久沒試過有這樣的現象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有譚詠麟、張國榮 令粉絲洶湧而上 亦都吵架, 打架 好了, 再我再大一點了 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又是每個人都吵架… 但獲獎大家會覺得很激烈 大家會覺得娛樂圈這樣才會蓬勃 現在剛剛看到ERROR 迫爆了一個商場 我覺得絕對好 因為再之前那段時間 可能是一些韓星來才會有這樣的誇張場面 但現在是我們本地的偶像歌手 覺得很棒 你想想我們下一代都需要有偶像 都需要有些人去崇拜一下 去買貼紙照片 去買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很漂亮 YES卡那些 不知道還有沒有這些東西 好像還有相賣的 但是網上有手機, 不用了 但是這些就是我們的童年回憶 我們有為何他們沒有呢 所以我覺得是好事 如果你說我從小到大都是在TVB 我一入行就在這個機構做 而它的好處就是 它亦有很多前輩、長輩、演員 它是一個導師, 領著你去做 我和Lisa姐拍過電視劇 其實她是無言中教你很多東西 我很記得有一次拍古裝 當時已經有水晶甲 她說, 你這些水晶甲 在古裝來說是沒有的 她說是呀, 你不說我都忘記了 你這些指尖甲要拆掉 我覺得真是對的 你不點醒呢 其實是你不會留意 亦都不知道 但這些前輩便會幫助你 而智叔 智叔也是我曾經跟他拍過一部電視劇 就是我剛入行時 他是做我一個茅山師傅 他帶著我這樣 有很多位置是 他可能不是直接去指導你 說你去做錯甚麼 但是他會正經告訴你 其實那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怎樣去做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們便會無形中學到東西 又或者是抽冠 我偶像 我亦都跟他拍過 很開心 這些機會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就是他未埋位 他坐在那裡 他無端端說對白 你就要跟他說的 他是沒有告訴你 Mimi過來對一對 不會 他是坐在那裡 然後他說了頭一句對白 你剛好坐在那裡 你就說下一句 你隨時要準備好 你隨時要知道你在做甚麼 這一點我會覺得 是值得學習的一種精神 我先唱幾句給你聽吧 情愛那裡會有尊你 請把你的愛給我使我也給你